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周末假日不妨犒赏一下辛苦的爸妈 带爸妈上馆子吃一个好料 哪一些料理可以讨好爸妈的嘴呢 今天节目一开始 首先我们要介绍您这一家在宜兰的餐厅 店家重视食材的新鲜度 而且主打无菜单料理 像这一道叫做蓝羊稻香 直接在店门口的稻田割稻 虽然让产地到餐桌几乎是零距离 而金黄倒碎下锅油炸之后 口感吃起来很像爆米花 另外这是当天在大西渔港采买的明虾 用厚厚的海盐包裹烤熟之后 搭配浓郁的松露 口感吃起来层次丰富 店里头每一道料理都像精致的艺术品 而且华丽的欧式宫廷装潢 用餐成为了一大享受 这家餐厅连美食家梁又祥都赞不绝口 宜兰舞节乡的这处稻田里 拿起镰刀收割的不是带斗粒的农夫 而是身穿厨师袍 多次在餐饮竞赛中得奖的金牌主厨林志哲 他正在寻找今天厨房里的实力军 因为现在是那个采收稻米的一个季节 那我们利用我们餐厅旁边 就有很丰盛的一个稻米 然后有一片稻田 想说这一片稻田到底能不能找一个食材 然后融入我们现在的一套菜单里面去 几分钟前还在稻田里摇曳身姿的稻穗 经过风干下锅油炸 瞬间就变成了一道创意点心 用三轮车当装饰的摆盘 美得像是浮力体油画 香脆微甜 类似爆米花的口感 味觉与视觉兼具 充满惊喜感的料理 金师隐身在稻田旁 依旧累积高人气 连美食家梁又祥也是这里的座上宾 其实来到这里会给我们一点压抑 就是说你来到一个这四周都是田园 就是一个乡下 但我进来的时候我也很压抑这边 每一个包厢 每一个座位全部都刻满 店里主打无菜单料理 没有固定的菜单 但都是用新鲜的食材来做料理 缩短产地到餐桌的距离 当天从大溪鱼杠采购了米虾 用海盐保留最佳口感 一般是虾子我们在烤的时候 常常会造成温度不均 那可能会过老 或是说三只虾子四只虾子 同时进去的时候 可能会有熟了 那有的没有熟 那我是直接用盐巴的导热性 让它的整个温度是均匀的 包括一个时间掌控上 不会造成虾子过熟 或是半生不熟的情形出现 那盐巴本身去烤的时候 它本身的咸度会再拖进去 增加虾子原本的风味 主角米虾出场 华丽排场不能少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 小小的点火秀 如果要拍的话 所以你都可以先准备 点火秀一触即发 雪花生米虾被烈焰包围 接着服务生把海盐一敲 鲜乐米虾探出头 奢华海味随之扑鼻而来 浓郁的松露与鲜甜米虾一起入口 真是双重享受 还有一点点松露的香气 我觉得口感各方面都还不错 它是有包覆着一些奶油 奶油的那些 然后最后外面的时候 是用那个盐去焗它的 所以那样子的话 它这样子也不会让那个虾干掉 就是很湿润很juicy 我觉得很不错 松板珠的油脂在烤台上 嗶嗶啵啵啵跳着舞 光看就勾人食欲 不过精彩的还在后头 明巧像在灌气球一般 用打气的方式 把台湾招木屑的熏香 注入到玻璃盖中 弥漫着白烟充满神秘感 猪肉吸收了招木的香气 尝起来相当美味 松板珠呢 它大家都知道 它肉是比较扎实的 所以说师傅赋予 它的这个味道是要非常特别 所以它用这个烟熏的这个模式呢 我们在吃松板珠本来 它就比较Q弹的 但用这种烟熏的方式 smoke的方式呢 可以让我们吃完以后 煮绝以后 它有一种回香 这种回香呢 就让你觉得说 比较脱俗 比较不一样 每道菜上桌 都是视觉与味觉的饗宴 身处在赤字一千万 打造的华丽用餐空间 就像走进英国皇室宫殿 让熟女们重拾了少女心 来这边的都很像是国王跟皇后跟冰妃 真的很有feel 很像欧洲的皇宫 就好像就是坐那边好像是王妃一样 宽敞华丽的用餐环境 适合宴客聚餐 有点子也有创意的无菜单料理 还有店家用造价一万六的器皿 盛装的生鱼片冷盘 和用漂流木艺术品 摆上的肥美龙虾 各种精致摆盘 让主人家面子十足 每一道菜色其实都很惊喜 你会很惊讶下一道菜是什么 而且它每一道菜做的都是摄香味聚犬 对 长辈们聚餐吃饭可以来这边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很适合长辈们 对 我觉得很尊重他们 他们就是我们的贵宾 每天变化的新鲜食材 考验主厨厨艺 无菜单料理像是没有剧本的即兴表演 每一次都让人充满惊奇